不敵強震來襲花蓮玉里鎮三層樓民宅被震倒 由於嚴重受損被迫拆除 眼看住了三十多年的老房子 面目全非 僅剩斷垣殘壁 房東太太整顆心也碎了 貪婪坐在椅子上 眉頭伸索 難以置信 畢生家蕩就這樣沒了 一旁親友只能親父陪伴 給予安慰 住了三十幾年的房子被拆掉 所以他們其實 畢竟是自己住了那麼多年的家 就算被拆了 想說還是來看一下最後一眼 一夜之間最溫暖的依靠 家沒了 真的是萬分不捨 房東太太一度低頭默默掉淚 讓人心疼 而掛念的還有深埋在瓦礫堆裡的 一身心血與積蓄 雖然腦袋一片空白 沒有什麼概念 對 太突然 那貴重的東西都拿出來 還沒 還沒 不僅貴重物品 根本來不及拿 房東夫婦內心衝擊 還包括地震當時 差點就沒命 可謂千軍一法 天花板掉下來之後剛好打到沙發 所以有一些空隙 就是擋到 所信房東夫婦靠著沙發擋住垮下來的天花板 幸運逃過一劫 至於老房子被拆 花蓮縣府是否會評估賠償 以及財務是否還有搶救出來的可能 房東兒子戴維表示 只能等待拆除作業進行後 再慢慢打起精神 討論後續事宜 文學會 黃小蓮 採訪報導 中文說 中文字幕 榮 中文字幕 榮